其實非常少參加這種就是可以很 我們比較常是被邀請來述說夢想這樣子的角色 但是我覺得今天我收穫非常多 因為我來聽到我第一次覺得 我被好多夢想跟正面的能量包圍 那接下來今天的話呢 其實我跟前面兩位可能比較有點不一樣 是我可能比較少會談我自己本身 但是我想多談談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那我現在跟我的夥伴們一起經營的這個品牌 我是印花樂的創辦人之一 我們一開始的話是三個女生 然後我們是高中同班同學 然後我們念的都是美術班 然後其實我們三個人從 我們三個人是一樣的 就是從很少的時候就是喜歡畫畫 非常經典的一個歷程啦 就是很喜歡畫畫 然後呢就是開始走上創作這個道路 然後到大學念美術系 然後不一樣的學校 那可是其實學藝術創作的學生 很多人都覺得說 我以後想要跟我的朋友一起創業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其實活在現實當中 我覺得那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當時我們也想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沒有想到就是08年的時候 那一年我們畢業嘛 那就剛好在台北藝術大學有一個 鼓勵年輕藝術家創業的計畫 那我們就去投了那個案子 那因為我們三個的背景呢 大概是我本身是平面設計跟製品設計 那我另外兩個夥伴他們是繪畫跟版畫 所以我們想說我們其實可以把印花這件事情 作為我們創業的一個基礎 那因為其實圖案可以去講述非常多的故事 那這個部分呢其實是用一個比較 列舉式讓大家知道說 印花其實可以做成什麼 那我們自己的品牌呢 除了有我們自己的一個產品之外 那我們如果有時間或我想多跟大家談談說 其實我們後來發現說我們可以用印花跟商品 那把藝術放進商業這件事情 其實後來去接到了很多客戶的一個定制的一個案子 那包括像剛才有可夢的就是阿摩 就是想很高興就是因為曾經幫AVEDA做過產品 那也許是比如說像成名書店等等 那當然另外我們也會把印花這件事情 拿來做我們的一個教學的一個設計 是希望說因為我們自己是傳藝術出神 可是我真的是直到我們開始成立的這個品牌 然後開始有接觸到我們所謂的一般 就是他不是這一條路的人之後 我發現其實大家對藝術或是創作 會有一種恐懼感 那這個恐懼感呢 我相信可能就是大家或多或少有一點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那所以我們想說我其實可以去透過去教大家 去做從很簡單的一個印花開始 那去讓大家去重新去做藝術 生活中的創作這件事 那這邊很簡單 我懂你 十分鐘真的很少 好 那很快速的讓大家看一下我們產品怎麼出來的 布料呢其實我們大部分都是手工印花 一開始會做從手工印花開始呢 其實是因為剛創業的時候其實我們的產量是相對來講會是少的 那手工印花它有一個特色是它是這樣子一台一台布去印出來的 那它的量我們比較能夠去控制 比如說我們可能一個單品做個兩三百件是OK的 那我們現在呢因為品牌大概從08年開始有這個品牌 那11年正式的開始去鋪通路啊等等 那我們可能量越來越多之後 還會加入一些機器印花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我為什麼會去秀說我們印花在哪裡做 那裁布那裁剪的部分那或是車縫的這個部分 其實呢我們用的方法是我們這邊是做一個原創的一個設計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就串聯了很多 因為台灣早期其實紡織業非常的發達 但是大概大概在70年代的時候 但是差不多從90年代開始 台灣的紡織業是大量的外移到包括像大陸東南亞等等的地方 那很多早期從紡織相關產業退下來的師傅們 他們現在可能就M型化大者恒大 但是剩下的都是非常小的做法 一個人兩個人然後一個師傅造成幾個師傅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其實透過年輕設計師的這個 或是年輕的一個品牌這樣的一個方式 去串聯起這邊的一個產業鏈 然後去讓他們做出其實現在我們正在做的這樣子一個產品 那印花呢其實是可以去鎖股市 我們希望在這裡面透過不同的圖案去講述我們所看到 也想要讓大家去了解的台灣的故事 那包括像比較生態面向的 這樣這個的話是台灣巴勒的部分 我盡量去擷取的部分會是 比如它快要消失 從這土地上消失 那我們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原來有這個生物的存在這樣子的一個範例 或者是說它其實像這個無窮 大家可能沒有想過 在我們城市裡面除了麻雀之外 可能這樣子的鳥也常常在身邊跳動 但是我們可能從來沒有注意過 那或者是說像即使是在台北這樣的一個現代化的城市裡 那充滿了現代化的高樓 但是你隨便轉進一條巷子 你可能也會看到的老舊的建築房子 那現在仍然是有人居住 那它可能在我們生活裡面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一個建築的一個元素 那我對它的詮釋是家的感覺 或者是說像台灣的農田 我非常喜歡就是搭著火車或是高鐵 那一段就是從北到南然後往窗外看的那個景象 因為我覺得那個景象是 因為台灣的田其實小小的 然後背後往往會襯托著山 那這是出國之後再回來看 我會覺得這個是這個地方很特別的一個特色 那或是像我們的一個食物 台灣的一個食物等等 我們把它盡量轉化成印花去放在我們的圖案上面 或是說這個像燒金筒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東西是台灣的非常民俗 然後非常就是大家覺得很日常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也是透過或是像每天打掃用的水桶 然後把它轉化到就是布料上面去 我的布料可以說是我的畫筆 我的創作工具 或者是麵包的攝像機 它是我的一個想要去講話或傳遞我的想法的一個媒介 那所以我們在做的事情我覺得其實它就是一個提醒 提醒什麼提醒我們沒注意到的已經消失的 那這些我們覺得它應該是平凡 但是非常清淨非常美好的這樣的一個事物 我們把它轉化到我們的一個商品上面 然後去接觸這種人 因為布料是一個非常有清淨感的這樣的一個事物 那剩下大概一分鐘的時間 我快速讓大家瀏覽說商品的一個想法 因為其實剛剛前面有兩個關鍵字 簡單 然後是人人都可以享用得起 那這個也是我們品牌 就是整個核心最想要傳達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我想要談談就是關於就是我覺得現在的 我接觸到的很多年輕品牌 自己賦予自己的一個社會責任的這個部分 那包括像我們從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直營店在大澳城那邊 那就是包括像我們店裡沒有品牌紙袋 雖然我是學設計出身 學品牌規劃出身 但是呢 紙袋這件事情我覺得當時在想的時候覺得 每個人家裡一定都有很多設計的很精美的紙袋 那你堆在那邊一兩百個你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就我說那你拿來我們的店裡 你只要比如說你拿兩百個過來 我當次的消費我就讓你折地兩百元 我們鼓勵大家重新回收利用紙袋 那或者是說其實剛才麵包有提到 是唐青他正在做的事情 回收流浪家具重新修復之後變成一個好的家具 出售所得他會捐給偏鄉的小朋友去上學 那時候我們想做家具 但是家具跟袋子不一樣嘛 那不是我隨便說我想做就可以做的 那剛好看到唐青他們正在做這個計劃 所以我就主動拿了布料去問他說 那可不可以用我們的布料去改造你們的椅子 那我定義他是一個被再生過後的設計師單一 那我們每一次透過跟唐青這樣的購買椅子 我們在賣給他欣賞這個理念跟這樣的設計的消費者 其實這是一個三銀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盡量的去希望可以再從我們品牌的這一個發展的過程裡面 我們去做很多這樣的一個事件 然後今年就是非常高興就是 欸打書時間 就是剛好就是有出版社他希望我們可以把我們 包括我們品牌歷程然後創業的故事 那包括怎麼樣去做創作 那我們對這土地的看法等等 那就是把它放在今年說出版的這一本 就是手印花不語生活本子這個書裡面 好 太好了 準備投稿結束 謝謝大家